剛剛我在台下聽聽了實在是真的覺得很遺憾 通篇充滿了邏輯的矛盾 一方面說要這個尊重憲政程序 一方面說要注重立法院同仁的這個效能跟職權 我們這次的邀請總統到本院來做國情報告 這是憲法徵修條文裡面的明定 你如果尊重憲法的話 當然要照徵修條文的辦法來辦啊 再加上立法院本院的職權行司法 本來立法委員就有全力邀請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目的是為了要倦利全責相符的台灣的民主政治體制 總統民選立法委員也是民選的 結果現在國家的決策事實上掌握在馬英九總統的手裡 不過他不用來面對民意 他推出行政院在前面擋子彈 行政院也沒有做得很好 而且總統也不支持 譬如說我們的陳中院長在光講說虛擬的境外中心要準備對這個勞工 基本工資跟外勞的事情脫鉤的時候 王如選立刻就嗆聲了 通過我辭職 結果馬總統就立刻打了陳院長一巴掌 說支持王如選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是對自己立法委員的職權有所尊重的話 你應該會對現在這樣的狀況充滿了無力感跟難過 所以我們依照憲法徵修條文 依照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要求馬英九總統到本院來做國情報告 這是理所當然啊 難道這樣子也是你們什麼 所謂的如果你的強調說 因為效率只能審民生法案 是不是請行政院所有的組織法 全部都推回去 全部都也在緩列案呢 所以王提升委員 我對於你這個邏輯上面的問亂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 覺得非常的不以為然 非常不應該 當然我相信這不是你的本意啦 你只是被作為指派 在這個地方發言 卡案的工具 那我想這一點 再一次的跟 我們國民黨的這個立法院的黨團的 這些優秀的成員報告 邀請馬英九總統到立法院來國情報告 這是一個 機會 也是一個危機 端看他怎麼去處理 如果他能夠來報告的很好 大家能夠協調的很好 創建了台灣憲政史上的慣例 馬英九總統未嘗不能 在台灣的憲政史上 留下一個好名聲 這看他對民主政治的誠意 尊重到哪一個地方 想不到連這樣子 這麼有意義 全國國民大家都在期待的 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都要在程序委員會被國民黨的立委 用多數暴力給卡案 那我不知道這個立法院 到底還能夠